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 很多人低调着为了国家奋斗一生 却少有人知道 如今的中国谁有钱 有多少一下就变得全国人都知道 然而这或许真的只是一个数字 又有什么用呢 论中国曾经的富豪当属李嘉诚 然而在中国近代史上 还有一位富豪 堪称最隐形的富豪 资产超过李嘉诚 却一直默默的为家乡做贡献 为百姓做贡献 甚至在国家需要钱发展的时候 他毫不犹豫就把全部资产捐给了国家 着实令人佩服 庄世平上世纪初出生 从小就对经济非常喜欢 新中国成立之初 他果断走上了经济救国的道路 1949年 庄世平开始在香港创业 事业巅峰时 他所创办的两家银行资产 达到了百亿之多 然而这么有钱的庄世平 却是非常的低调节约 后来他看到国家经历过战争 和侵略的摧残 国家必须要强大起来 所以把所有的资产捐给了国家 捐钱之后 自己依旧低调做人 勤俭节约 庄世平虽然这么有钱 但对待家人十分严格 他不希望自己的家人 成为耗费资源的害宠 只希望像平凡人一样生活 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商人 真的让人敬佩 包括李嘉诚对他也非常的敬佩 在庄世平去世时 李嘉诚还亲自为其送行 论中国历史时 每一个朝代 都有着极其富裕的人 如果在国家危难之时 他们能够慷慨解囊 或许中国的历史 不会再有任人欺辱的时代 今天的新中国 正在积极的发展 相信很快 中国就能成为世界最强的国家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